一望无际的江海平原上 一个以电力外聚员引领全球行业深刻变革的企业 正在快速崛起 它是不断创新的结晶 更是奋发图强的坐标 这就是神马 自电力工业发展以来 电力外聚员一直深刻影响着电网供电的稳定性与经济性 技术的不成熟 产品的不可靠 让一百多年来的电网深受外聚员问题的困扰 电电站设备的爆炸 脆断 乌闪 雨闪 和冰闪 问题在哪儿 在外聚员 输电线路的风天 乌闪 雨闪 和冰闪 问题在哪儿 同样在外聚员 配电线路的雷击跳闸 问题在哪儿 问题在哪儿 绝大部分还是在外聚员 五年底 九一年年初 华北电网 大陆 中学 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孤闪 也就是北京市的供电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孤岛 那个时候上市李鹏总理到我们的好友部都非常着急 第二件事是89年和上直流投赋以后 它对幻牛站的全强泡环 频繁无审 正是这些问题 让大范围或毫无征兆的停电事故 和全球每年成百上千亿的经济损失与资源浪费成为了必然 引发的事故最多 造成的损失最大 更让电网为此付出最多的运维成本 面对这一行业性难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世界各国 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 就开始了不断的探索 但一直未能解决 电网的可靠性 取决于电力装备的可靠性 电力装备的可靠性 取决于其材料与设计的可靠性 陶瓷 玻璃材料的先天特性 正是传统电力外聚员技术不成熟 产品不可靠的根因所在 顺应规律 以新材料重塑电力外聚员 年轻的神马 向着这一高地 发起了前无古人的冲击 1999年 神马通过材料与工艺的突破 成功研发出技术填补 国际空白的变电站复合聚员子 彻底杜绝了传统变电站外聚员存在的安全隐患 新的技术 开创新的机缘 用复合材料替代词 这是随便重塑物料的属性 因为神马的创造 全球的变电站 全球的变电站外聚员 开启了由复合替代词的历史进程 从21世纪初的不到0.1% 到现在的将近25% 为全球电网 累计节约了超过400亿的事故 与维护成本 通过ABB GE 西门子等全球95%以上的电器设备制造商 神马变电站复合聚员子 成功应用于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获得信任和信赖 到展开全面的战略合作 促使着神马进一步 将新材料的电力外聚员技术 从变电扩展到了输电和配电 2008年 神马研发出性能国际领先的 长寿命线路复合聚员子 2010年 神马研发出国际首创的 输电线路复合横担塔 2014年 神马研发出性能国际领先的 防闪落解决方案 2017年 神马研发出性能国际领先的 配电线路复合横担 材料的进步 标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神马以新材料 新工艺 研发出的全系列外聚员新品 从根本上解决了电力行业的百年难题 正在全球引领着外聚员全新的未来 以让传统材料禁锅下的外聚员 逐渐成为了历史 2005年 世界知名聚员子专家托瑞博士参观了神马之后 在著名聚员子专业杂志 INMR上发表专栏文章 对神马给予高度肯定 2001年 当我第一次从中国聚员子制造厂家参观回来 我认为西方供应商需要开始担心 他们未来在国际市场保持竞争力的能力 此次参观之后 我不得不修正我的看法 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担心了 一切已经太迟了 欲满全球实至名归 创造价值才有价值 从便电站复合聚员子 到输电配电的系列化电力外聚员新品 23年的创新创造 见证了神马的从无到有 由小见大 从整合全球优质资源 引领公司持续的经营管理创新 到以企业价值观持续打造 以利他实现利己的神马人团队 23年的坚持坚守 凝聚的是神马每一次蜕变后的力量 从行业和国家标准的参与制定 到国际标准的主导制定 23年的深耕后继 预设着的是神马接下来的距离勃发 全球的电网公司 电器设备制造商 行业组织及专家 对神马以新材料重塑电力外聚员 这一壮举的助推 更让变革成破竹之士版滚滚而来 2018年6月 印度国家能源部中央电力局 从国家层面围绕电网的更安全 与更经济 携手神马在印度快速导入 变电、输电和配电的外聚员解决方案 2018年12月 在巴西 SIGRE国家委员会前主席 代表行业组织 与神马达成共识 将在巴西全面推开电力外聚员领域的变革 2015年 神马输电线路复合横担 成功应用于英国辛克利角核电站400千伏送出线路 紧随其后 以美国AEP、加拿大魁北克电力公司为代表的全球电网 更是将与神马的合作 从变电快速扩展至了输电与配电 变电、输电、配电的电力外聚员 全球每年的市场需求接近千亿元 如此广阔的空间 已经成为了神马奋提驰骋的律业 心系一处 始至创新 只有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 才能够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也只有社会各界支持的企业 才能真正做强、做久、做大 创造价值 残有价值 已经深入所有神马人的骨髓 成为了神马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 2009年8月8日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听取了神马的发展汇报后说 神马已经做成的复合橘原子产品 和正在做的复合横灯塔产品 都是革命性的技术 都是能够替代传统产品的 国会持续关注神马的发展 2009年神马受邀参加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的 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座谈会 与会的国务院领导对企业的发展思路 给予了高度刊定 如今的神马 已经站在了比以往更高的起点上 用新材料、新技术构建新一代电芒 时刻进行创新 推动电力行业进步的发展使命 为实现让人们用上更经济的电能的梦想 神马将持续向全球贡献属于中国创造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